当地时间6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雅加达出席 第26次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领导人会议 李强表示 十加三合作机制经历多次危机考验 在推动地区发展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十加三乃至整个亚洲国家来说 我们有共同的家园 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机遇 要立足亚洲和平发展的整体利益 求同存益 求同化益 努力推动构建 亚洲命运共同体 要始终把发展摆在地区合作的优先位置 排除各种干扰 深挖合作潜力 努力走出一条更加稳健 更有活力 更为普惠的发展路子 终点做好三件事情 一是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释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红利 更大力度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推动贸易投资扩容升级 希望各方支持香港 作为首批新成员加入协定 二是持续深化地区产业分工协作 推动地区产业链供应链 在稳定畅通中优化升级 三是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带动 中方愿与各方深化数字经济 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创新合作 共同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李强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 阐明中方立场 表示核污染水处置 关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 日方应该重视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同龄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 以负责任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与会领导人表示 十加三合作为维护地区稳定 促进地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各方应协调行动 深化经贸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合作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将东亚打造成和平与增长中心 会议通过关于发展电动汽车生态系统的联合声明